他这两罚进了一个 目前来到了第三届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三分半钟 又是热火队不紧 他完全无法得分 而他采取了打法 几乎不可能帮他走出低谷啊 我觉得他的队友肯定也是这么认为 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他继续投烂 他打得非常生命 传出了好球 拿到了一次助攻 麦阿密换人 他即将迎来本场比赛第一次打球 这次罚球罚丢了 能成功吗 漂亮的三分 他们在想什么呢 居然给他留下这么大的空间 他们不知道这种球对于他来说 就跟上篮一样轻松啊 现在是安特托坤波持球 在外线别人 这一球很不错 他得分了 正如大家所料 他的投篮的命中率非常高 就像我们说的 他整场比赛都打得非常好 热火队拥有球权 传球给库里 犯规 吹死德华恩韦德 这是他首次犯规 热火队拥有10英尺 对面碰到球了 来了 他们打快攻了 进攻时间结束到比赛结束之间只有6秒之差 老实说 这个球完全在他的射程范围内 果然他弹交起效完成快攻 这一球被抢断了 这几单手灌篮真是太猛了 这就是抢断的作用 抢断后快速进攻完成扣篮 这个球就是通过加强防守来带动快速进攻的绝佳案例 他的扣篮看起来很暴力 这个犯规实在是太明显了 他抵上罚球线罚两个球 这是他本场比赛首次走上罚球线 罚进了第一球 第二阀也罚得不错 他这两阀都得分了 到了内线 他用一全身的力量扣了下去 高高跃起 完成了高难度的单手扣篮 这是他最喜欢的动作之一 他打的无限可击 非常的空中击散 随着第三节比赛结束 比分已经被彻底拉开 比赛完全成立边倒 阿尔伯克基领线 在本场比赛里得胜而归 本次暂停后 我们就将立即回来 并进入第四节的比赛 我们来看看本场比赛最佳助攻 这个球确实很精彩 很高兴我们能看到这个球的回放 这是个绝妙的助攻 作为一名得分后卫 拥有绝佳的传球技巧 能接管组织后卫的任务 真是值得赞赏 这是个绝佳的传球 精准并且及时 同时再次感谢您回到比赛中 来让我们看看 第四节会发生什么情况 阿尔伯克基的球权 球到了斯塔克豪斯手里 克尔西吃球 得分了 热火队的球权 面对科西的防守 第一位哈斯勒姆拿球 球一下就进了 现在是鲍尔拿球 这是斯塔克豪斯内线 传球给报了 哇 要空间了 阿吉雷 到了侧翼 现在斯塔克豪斯 他们还剩六米 三分线外出手 阿尔伯克基再次投入三分 他的命中率不错 但他的出手次数还不够 如果他能够增加更多的出手 他就能够将分差拉得更开 这是个三分球 这个三分真是太精彩了 干得不错啊 两支队伍在下半场的投篮命中率 差距非常大 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 其中一支球队总是在不断的跑位 寻找好的空位投篮机会 而另外一支球队的跑动有一点少 两边队伍都更换了场上球员 奥拉迪波在外线 布莱恩特放手他 被杨尼斯阿德托昆博风干 但他把球拿回来 只剩下五秒钟 奥拉迪波在外线 三分失手了 这些小伙子们的进攻实在是太流畅了 助攻也相当到位 每个人都全力以赴的进攻 这种方式对防守也会起来帮助 球到勒布朗手里 现在是安特托昆博持球 在外线布莱恩特 迎着罗宾逊出手 这一头投的有点太长了 他应该在面对防守球员防守的时候 再使用扣仰跳投 扩施近距地得分 他们目前已大比分领先 他们的首发球员可以好好休息一会 科比在湖底 投出去了 从轴区出手了 传球给报 扎姆斯在外线 布莱恩特 三球没有投中 他们正在想办法重新找回节奏 没错 他们的手都已经快升了 他们真的需要进个球 奥拉迪波这球票 他助攻队友完成了得分 队友朝他点了点头 阿尔伯克基的球圈 布莱恩特拿球 裁判吹了对面犯规 这样一来他能拿到两个发球 这一发没有拿进去 迈阿密换成 迈阿密换成 这一发中 不错 被干扰了 他们拿回了球权 他这一球非常弱 科比拿球 传球给阿基雷迎着乐福出手 把球分给了詹姆斯 安特托昆博拿球 罗宾逊在放手他 詹姆斯拿球 抽筋了 来自杨伊斯阿德托昆博的漂亮助攻 他的手感非常稳定 他是让他们在最后 还占有领先优势的功臣 是的 他的命中率高得吓人 他今天的进攻值得信赖 王手方被吹了三秒为力 手感不错 技术犯规罚球罚进 球被抢到了 球出界了 阿尔伯克基保住了球群 他们很幸运 这个球只是被对方碰了一下 而没有直接被抢断 真是太幸运了 刚刚收看比赛的朋友 欢迎收看 目前已经进到了第四节 比赛已经快到三分半钟 科比 奥拉迪波在放手 分球 球到勒布朗手里 科比 球又回给了勒布朗 外线出手 在左侧 布莱恩特 投了个三分球 科比的这次出手也没有命中 奥拉迪波那球 被布莱恩特紧紧跟住 被杨伊斯阿德托昆博封盖 阿吉雷 勒布朗在外线 投了个三分球 科比 阿迪波在外线 投了个高角度破桶 一个漂亮的 湖兰得分 就是这样 不断争抢 我喜欢这种球 他打得非常积极 就到了安特托昆博尔手里 杨伊斯阿德托昆博尔口了 我不想说他们在刷分 但他们确实在不停的得分啊 就算你不说 其实我也想说 他们在刷分啊 进攻时间结束之后 再过八秒钟 比赛就要结束了 莱恩密吃球 到了中路 罗宾逊那球 被杨伊斯阿德托昆博封盖 他顺利拿回了球 奥拉迪波在外线 出手时间还剩六秒 文森特拿球 运气不太好 他们一直在拼命抢篮板 但抢完之后就是投不进 科比三分出手 球没中 阿尔伯克基取得比赛的胜利 在中场哨响之前 这场比赛其实已经宣告结束了 球迷们一直在等待比赛出现转机 但是他们最终也没有等待这样的时刻 没错 他们很顺利地拿下了本场比赛 这对他们来说似乎很容易 他们在攻防两端的表现 都效率十足 比赛到此结束